想抓人大克啊 因为觉得开鸟阵的比较多 那这个来了个被大克 这应该是同阵容吧 212打212 212打212被大克 因为就是随机的 也不知道对面是谁 就愣拆了 看一下物理速度有没有 因为212的212 没有地辅的情况下 有物理速度的话还凑合 起码的话在物理上是可以压制的 那么自己出手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麻烦 反正到最后肯定是互相都添地嘛 大家都添地的情况下 风系其实也控不了物理 那物理速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且大家都没地辅 是抓不了的 只能靠出马 或者拉一尾杜江来抢一下速度 我靠 这个纽人跟抗性也是永远差 也别想出个宝宝就光速给天地吧 反正这个伤害 你不给天地也是死 给了天地也是死 给了天地起码还能出手 从岁月来空酒离城 要不要这样 哦 换了个酒离城市 那我不知道 这边就把酒离城市 是有野兽没放下吧 然后吃了个提起 为什么他们酒离城喜欢骑战骑 我感觉攻击好慢 这把芒子吸 它是抓鸟阵去的 倒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去抓人家鸟阵 你抓到了是挺爽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啊 刚才那一把就是第四场 那个是屈服打钓鱼岛 他们打了五十多个回合就已经时间到了 好像刚五十六回合吧 他酒离城宝宝强拉的 然后给了提火 说明什么呀 你有酒离城在比女拔木还慢 我记得当时女拔木怎么也能打六十回合 你两边都有酒离城的情况下 五十多回合一个半秒是打完了 难以置信的这种动作 真的莫及 真的莫及 现在啊 前两天看建议会的时候 发现现在很流行这种普通的这种什么镜台的宝宝什么的 带个隐身套就进去了 为了防九离城 这样至少拉出来的时候不会被九离城清 所以你们看到这些隐身宝宝不一定都是什么签宿和归宿 可能也就是个普通工宠 只是带了个套装 也不知道谁想出来了 都很有想法 而且他愿意花钱去换一套新的宝宝装备 这个宝宝不配武装的速度 这样不能拉起来 拉起来给天地 他这样打的话 应该不会再用慢的宝宝强拉九离了吧 还强 那他用高速再拉一边的意义在那里 可能是怕慢的也被收拾 我们这边确实有更慢的宝宝可以压 所以如果打得好一点的话 应该是 就是高速呢用九离城去压 然后低速呢用善恶去压 就比较完美了 互相打九转 都没拉孩子 现在 再溜防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宫宝宝不是血宝宝 一批伤害没那么高 这把刷了两个技能 有没有办法能够限制他的九离城 让他出不了所 开了摩生四法 最好是压制他一下 对 不 212没有点运转 因为要节约武装的出手回合 抬起来一个的情况下 每下大概是2400到2800 抬起来两个的情况下 每下 2200 2400 有人看看 有没有抬起来更多的情况 之前不是 有个说法是 九离城他抬起来单位越多 攻击的每下攻击的伤害是越低的 就是相当于会分铃 再观察观察 有没有抬起来的 对 对 这样的话造了个封杀 被大克什么灵伤害也挺猛的 毕竟人家都是有法防了 目前最慢的是化身的这个宝宝 如果这边高苏拉的话 这边九黎层可以压 如果是用低苏拉的话 化身这个宝宝是可以压的 而且他得一拉一吃五龙 先把这个精神的 精神给破掉 他控了九黎层 但他没有选择 用高速单位来拉 但是低速确实会被压失 好家伙他好像 他守了没 平坦守 平坦守不够 还是用善恶 出善暴没办法 出善暴没办法 而且我感觉212打212 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被大克了 用衣服开天 加衣服开天 加力屁去清宝宝 已经不划算了 你就只能硬着头皮跟人家对着三荒 就是风影加三荒加力屁这样去对着推面上 你对 因为你如果只是清宝吧 人家人物没压力的话 他更 更死的鸡蛋 肯定还是 得有 畢竟我感觉对面的女儿 真的不是很矮 他善恶拍过去4000 已经算得很脆了 九地层自己开自己 要出手没开出来 对面相当于用一个宝宝 换了一回合九地层的出手 其实如果只是用宝宝换一回合出手的话 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亏 但是 但是 如果说 刚才这回合武装是加天地的 加到了人身上的话 那就血赚了 不仅能浪费一回合出手 还制造了一个 天地的人物单位 这样对面九地层就更开心 然后这种归宿孩子 因为发现现在狠毒一批太多了 你用狠毒高区太多了 你用鬼魂 反而吃亏 干脆又改成高神了 不能神就算了 能神就血赚 因为你出来 你拉出鬼魂的话 人家一把去飞 百分百不能神 你这好歹还有百分之三十概率 还能神一神 随着这个 其他人去搞这种克制的宝宝 孩子的属性也在调整 这场是随机的 也不知道打谁 是阳神就跟着我 一把猜似的 一把猜似的 就是阳神就玩了 你把猜似的 内阳神就做了 根本不敢拿孩子拉人和开封印 这把倒是可以给天地的 化身比他武装快 武装是可以给天地的 随便 诶 等一下 他化身是不是用我和慈悲拉的 没拉起来 九里层 慢的宝宝也点拉 化身拉的把金刚护起 也不能在家里面 不够的 暂时的 很久不够的 远显 很久不够的 你能不能够和那 就要不够的 一几一档 你能够的 都能够的 也不能够去 这把两边九立成都是三技能卡了会儿 他还是点了运转 还在按防御了所以用铁空焊盾去服 好 咳嗽 好吧 你其實看那個九黎城的傷害就能看得出來 特別明顯是要高一大截 他打我們這邊的輔助和我們這邊打他輔助的傷害差距非常大 只能說有物理速度真的要好好很多 沒物理速度的話難搞 九黎城很難出手 現在這種情況都在九黎城狂轟爛炸 中間想夾雜的出點地聽我感覺都沒什麼機會 隨便 静静抗风啊 好像点着九离层拉的金刚护体 这个不是说不行啊 他两个衣服开天没反应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建议用两个凤影二刃 凤影二刃的伤害比衣服开天伤害是要高的 虽说能打两下 但他本质上更多的是一个让人家扶空的这么个效果 目的在这里 不是本身用他打伤害的 加个流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武装一直不肯给九离层天地 我觉得有物理速度 他没物理速度他给了 说实在的 我觉得没什么道理 还是要天地 还没想到 要无想到 尽管没想到 让人家扶空的 让人家扶空的 给了 你看 你 不要 我好飛輸喔 九绿虫没出手 这个宝贝的速度不是说宝贝九绿虫的速度 应该是宝宝和开九绿虫的宝宝两个单位没开好速 所以没开出来 开着那个速度快了 这把的话九绿虫还得强拉自己 但是强拉自己的话只有化身开 化身现在我觉得挺忙的 估计也没空开 要么就是武装或女儿人拉 然后自己开 这样也可以 给个胡 胡九黎就是血亏啊 胡九黎基本上等于血亏 除非他这回合做动不了 胡九绿虫外来调子 不可能已经被决定了 不会摩达 像不可能 一样的 白龙 六 鱼 唉唷 還帶個傳珠 沒出被遇 沒出過 诶 镇死了 迟早 迟早九丽城要偷袭看 就是那个挣脱护法 我觉得反正迟早的事情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套路 基本上就是在针对九丽城 你们说以前有没有天地还阳 或者天地拿孩子抢了 有 以前是不是都有 比如说在以前这个 花果山的时期 以前石驼的时期都有 但是从来没有像针对九丽城一样 针对的这么严重 就是为了应对九丽城的这个 又去搞 乾坤罗姨 又是包里面塞娃娃鱼这种 就非得去弄他 因为他太厉害了 所以必须要弄他 所以至于九丽城这么厉害 还能反过来 为了要让他出手 那也很重要 既然别人可以为了针对 那么厉害的九丽城 宝宝去打高反正什么 宁可改输 那么 自然 九丽城为了避免被针对 变得偷袭也很正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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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玩手在震慈 不是太亏 鐵屑伸風 硬要把這個孩子按倒在地上 讓對面吃酒轉 你為什麼不反過來瘋啊 萬一武裝有什麼清風望月或者之類的操作豈不是血虧 當他出寶那還好 反正都一樣 武裝女兒風神母 武裝套武裝 你等一下 不是 你把人家的孩子清了 然後你不壓九利城 這又是為什麼 敷影二刃可以點著九利城打呀 有一個去跟一下 那那就行 這樣道理是一樣的 那寶寶跟一下就行 總之要讓對面吃這個酒轉 這把沒人保九利城出手了 剛才化身已經醍醐過了 所以還是個問題 天地在哪 有青石 青石也能保 不行 他女兒 我們這邊化身好像比他武裝還快 好像比他武裝還快 現在他快了 他拉滿了 你看誰啦 我必然死 hehehe principles 挑戰 好玩喔 這是甚麼 啊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 對面沒速度他都上天爹 沒看清楚他給誰加那個 九一層加 這個我覺得確實沒道理啊 為什麼不上天爹呢 那他這把女兒城又可以控那個 控九離城 這把要不武裝親父王月 但是如果武裝親父王月 那他就明顯知道你沒有那個 你又不能給天爹 他還會接著空呢 然後現在化身還有拉青光護法 差個護法 還行 出完手再死 不是很虧 壞了這寶,傷害夠高 夠高就能守住了 挺可能的讓這個魔神司法別出手 這個寶寶我感覺可能是其他號上拿過來的 他是一隻高速的配速 他他他他還真不是那個空寶寶 我說實在的說不定特性都是古武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讓他出手了 然後因為他不知道我們這邊會不會用高速拉九離城去壓制他 所以他還是保險起見 選擇赴影二人起手了 我需要九離城青寶我效率也太高了 我說實話隔壁立武裝都快哭了 就不管哪個立武裝吧 看到這個青寶寶笑裡都哭了 你看到這裡 我就不講武器 購入包裝 他跟他有機構的 他就該到警告 鋼�寶寶貝 鋼寶寶貝 搭拳 這種 我也不知道呀 我天地都快喊得 喊得我自己都觉得喊烦了 说多了多没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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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死了 他这个一号 好吧 对面法系没出手 好 好 我今天看了三场猴哥的比赛 我深深的对九离城这个门派的理解 也产生了动摇 太奇葩了 为什么他的九离城可以这么慢 为什么不给九离城打魔镜 不值得 一号可能是个高区的 他想清掉孩子 九离城暂时不差这一点 但是清掉孩子很关键 看来是的 这孩子还被丢不持 呀 呀 又是碎玉來控酒磊 武裝幹嘛 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 你不起天地人家隱宮照樣能把你給拍死 沒區別 怪了這波要是化身被控 武裝也扛不住 女兒村已經出過好幾次163差不多了 這波化身可能都不一定敢去活武裝 我估計頂藥加殘珠概率大一點 你不太會拿去活動 你不太會拿去活動 有什麼事 我會把你打不住 你不要來 你不太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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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下層嗎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这种游戏里面的数值理解可能也有方式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留作课后习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假如它有一颗炸弹 初始的爆爆炸几率是零 然后固定每过一秒钟爆炸几率加1% 也就是第一秒爆炸的几率是1% 第二秒爆炸的几率是2% 第三秒爆炸的几率是3% 以此类推 而且还是这样的 如果第一秒不爆炸的情况下才有第二秒 那如果第一秒已经爆了 当然就没有第二秒了 然后请问这颗炸弹到底在哪一秒爆炸的概率最高 有兴趣可以想想 我感觉这个东西在游戏里面 它有很多也是这么设计的 比如说什么抽奖的保底之类的 很好玩 然后 我拿这个问题 问了一下 现在不是手机上有很多那种人工智能AI吗 我问了一下AI AI的回复是 很搞笑 AI的回复是 因为第一百秒 爆炸的概率是100% 所以第一百秒爆炸的概率最大 但大家想想他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第一百秒爆炸的前提是前面那99秒都没爆 但是第99秒就有99%的概率 就就你要前面那么多秒都不爆 你才有最后的100秒爆 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把两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拉出任何一个地厅 不是说看脸 这是一个纯数学的 我们讨论数学问题的时候 总有很多人喜欢讨论别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只要掏比算 我提问的方式不对 其实你说对 还真的是 我一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答错了 然后我后来重新组织了一下 提问 哎 他答对了 真的 我重新问了一遍 但是不同的AI也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手机里面那个自带的手机自带AI我第一遍问的时候是错的 第二遍问他答对了 然后我在微信那个上面也他也有一个AI 号称还是清华还是哪里发明的 搞的AI 我问了好几遍反正就没有一遍是对的 对 是 想再来 是的 是 我讨论 是的 確實會有這種情況 是的 確實會有這種情況 這個是硬弓嗎 這應該也是硬弓 這應該是硬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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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硬弓 這蛋真夠大了 金青也敢按得出來的 兩個都按金青 武裝按的羅漢 還行三個放了一個出來 三個放了兩個出來 八個放了一個 不准 不准 對 逃走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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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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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死亡功 加个速 刚才拉出的那几只引弓里我怀疑就有特性就是扬护的 这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扬护都不一定 但是如果带了乾坤挪移的话可以把这个移掉 我话说呗 话说呗 你没地府没必要带乾坤挪移 你没法挂小死亡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天地毫无意义 人家可以再重新给天地了 没区别 好玩哦 让几只点几只用入门 我能带了更多任何 Perquè笔 好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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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找出一些好玩的 我看你也不想找他 我看你好玩的 那我看你很像這個玩家 我看你玩的玩家 你玩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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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玩的玩家 呻 Wright 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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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愛你 我愛你 出了個4技 我佛斯貝拉 想要 說起來對面九離城他雖然選了鐵火雙羊拉兩個的 按理說九離城的金牌一般選的是鐵火雙羊多一個然後冷卻變12回合 因為技能用的本來也不會太多 你抬兩個是能抬但是你抬兩個這一下他本身不造成任何傷害 一般來說還是配合魔神4法用 不是有可能是有一個人為了 但是這樣可以以下降 我會不會太多 我會不會太多 你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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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太多 用4技來勤 4技的确也是个亲孩子的办法 但我的确还是觉得 他们那种狠毒高区 更简单有效 就只要这个宝宝出手 那孩子就没了 他没有那么多限定条件 就不需要说 我必须要前面有单位去把他打残 我必须要前面有三小段 不需要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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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屈辅他们已经搞出来把九离城给加到16000的血 不是不是14000的血这种情况 有点意思 但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说过 我觉得九离城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就跟大唐是一样 原来大唐也没那么耐 但是慢慢变耐了 九离城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只是大家还没 现在还来不及往这个方向走 等大家PK成熟了以后 我觉得未来的路线依然是血耐 只要地听这个东西在 就可以 还可以 会 我觉得未来九犁的发展路线 就是九犁也要点满天 你只要玩血耐 是必定满天的 这就是我对九犁成未来的预言 拿两把武器玩血耐 就这么简单 因为带武器可以省下来 大量的属性点 这个省下来的属性点 拿去加耐 都比你穿件衣服 提供的防御要多 现在是九犁成 他目前还没有哪个 好像去搞出九犁成专用的那种高伤神神器 如果非九犁成用 就要减伤害命中的那种 如果有的话 拿这种双持武器的血耐九犁成的优势就更大了 当然了 他就是相当于 他既可以全力 也可以血耐 他不仅是加强版的灵波城 他是加强版的灵波城 加师陀加大堂 就是这些门派能干的时候 他都能干 然后这些门派的缺点他没有 不休息 开冲 嗯 不一定要加强 还真不一定 打完了 这个操作没有 就表示打完了 是这样的 如果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你实际上能打得动人的也只有 低速的地厅 你高速的地厅本质目的 你只是为了压制输出 就刚刚这个地厅他压制九犁成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九犁成加密加密 应该我觉得就是没加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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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来说 能不能